大家好 今天我在微信上看到了一段视频 是一位女乘客跟出租车司机的一段对话 我看了之后啊 我都无语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来评价了 所以今天我把这段视频拿到这里 让大家来看一看 看大家看了之后 是如何评判这件事情 下面我就放这段录像 没事 就是几天 难受几天就好了 不行了 我难受了 你给我找人多地方 找个体面 人多地方 人多地方可不好找 不行 我都难受了 我都养了 养他们也养 哪人多了哪下 哪人多了哪下 你养了 你给人也这样了 我不管我不管 我都难受了 他们也别好上 你这是啥人呢 那你 你不管 你这啥人品呢 你给人家整养了 人家有个老人 小孩咋整啊 像咱们年轻人养了 就养了 挺几天 那又是老人又喊 多造罪啊 我不啊 我都养了 大伙都养 你这个人哪 我今儿都第一次问小孩 不是 我都伤策了 我要你给我拉 你给我拉个耳 要不然是投诉你 投诉我 你啥人的 你还要给人家别人整养了 你养给家呆子呗 你除了干啥呀 我不啊 快点 你别 你别 我 我给你找不着 不用 不用 快点 那你 你我 那你 你再叫他 折 不用 我都烧出来了 不一样 要不然我给你送完目的地 你投诉你 你投诉你 投诉我 你投诉我给你送完目的 你也要你个人下车 你自己选 你自己选 快点 那你赶紧给人家下车吧 我拉不了你 我们不跟你找不着 我觉得你 你这人陪我拉不了你 你不下 你不下车 你不下车就给我车里坐吧 咦 下面是带牙子 你给我带啥牙子 我都养完了 再扯牙子 你还带扯牙子 你这人不讲理 你这不 你赶紧给我看去吧 不行 那我就直接走了 给你送目的地了 不行 不行 我就给你送目的地 你再快点 慢点 不行 我找严重的地方 要不然我就给你送牙子 我做谁 哪有你这样 我没办法 你把别人扬了 你不犯法 你不犯法 我打扬我扬 谁让你打扬 我上上去 你这人家还是打扰 送牙子 还是目的地 你自己选 给人家 给人家 你赶紧给人家 做点好人 好了 视频就放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有何感想 欢迎大家到评论区 去评缩 我们一起讨论讨论 感谢大家的收看